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0号星期三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华为和阿里巴巴 他们两家公司最近又有新的消息 围绕着这两家中国的知名企业 今天还想说一个 所谓超级大国学习曲线的概念 关于这个华为的最新消息就是三天之前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的情报部门做出了评估 说华为的5G网络设备它的风险是可以控制了 这个消息是由两个所谓的知情人 透露给了金融时报 号称是由英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做出的这个评估 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公开发表 而是只提交给了英国的几个政府部门 文化媒体和体育的相关部门 是文化媒体和体育 于是这条消息就像通稿一样 不仅被中国国内的媒体转载 当然西方大媒体也转载 中国国内就是一派欢天喜地的气氛了 觉得这个英国终于接纳华为了 美国的封杀是无效的 甚至有媒体登出标题说英国打脸美国之类的 但是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随后有一个声明 说英国政府还在对华为进行安全审核呢 还没有做出结论 那今天我是看到有消息说 之前放风的那个所谓情报官员 他是一名前MI6官员 MI6就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缩写 所谓华为设备风险可控制啊 这个消息来源是有一定存疑的 他不一定那么可靠 同时呢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受了BBC专访 一方面传递信心 说世界需要我们美国封杀不了我们 同时也表达对英国的一往情深 就是说有禁用华为的争议 但是我们仍然信任英国 如果美国把我们排挤在外 华为会更大规模的 到英国来投资 关于这个华为风险可控制的消息出炉 和上面所说的任正非接受媒体专访拍胸脱要在英国扩大投资啊 他几乎是同时登场的 你联系这些现象看的确实他给人以一种刻意公关运作的痕迹 那按照前面那个报道所说 英国网安部门的评估他所送交的是 文化媒体和体育的相关部门 听起来呢好像是些打酱油的部门在审核这个评估 而不是说他这个报告提交给英国的电信监管部门 英国通信办公室也不是送交给什么国防军事公共安全 这一类部门 那么这份评估所涉及的内容 到底是个什么样级别的 这就比较成问题 那即使说文化媒体和体育 相关的这些政府 阁员呢 认为华为的安全风险确实对他们的工作影响不大 但是他们的意见在最终决策当中 能占有多少权重也是个问题 所以很显然现在就说英国打脸美国是为时过早了 那关于华为最近几个月命运的起伏啊 很多人是把它当成中美战斗的最前沿 当华为传出不利消息的时候呢 一些人会深感沮丧 觉得利害国遇到了挫折 但另外有一些支持中国民主化 反对中共海外渗透的朋友呢 认为是好事欢欣鼓舞 当有消息说华为闲鱼翻身 有可能获得接纳的时候呢 情况又反过来 一些人深感忧惧 另外一些人喜大普奔 其实华为在欧洲命运的跌宕起伏 与其你把它看成是一个 中美谁打谁的脸 这样一个竞赛过程 倒不如说呀 它是欧洲国家对中共态度一个再权衡再调整的过程 更合适一些 因为它是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 会有各种意见的冲突 所以看起来会很凌乱的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你像德国对华为的态度 最近这几个月也是几经反复 去年十一二月份的时候 事先有消息说 会把华为排除在5G网络设备商之外 然后呢 德国的情报部门说 慢一点 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再然后呢 今年的二月份 又有消息说 德国干脆连那个电信法都要修改 对华为不利 再到最近两天呢 又有消息说 这个德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呢 还是主张给华为留条门缝 让它能够参与当地的基础网络建设 你看这来来回回都折腾了四回了 捷克那边呢 更加是像翻烙饼一样翻了好几回 去年十二月份 先是捷克总理的办公室发出禁令 禁止政府的办公室人员使用华为手机 几天之后 捷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了一份和这份内容相抵触的声明 中国大陆就欢欣鼓舞啊 觉得这个捷克纠正了错误 结果到今年一月底 捷克的财政部 他的一个税务门户网站的招标项目 把华为排除在了竞标者之外 其实呢 前面都还是言辞上的反复 这回是有实际行动了 那国内欢欣鼓舞的媒体 他就又没声了 那这一回英国说华为设备风险可控制的消息一出来 国内的媒体那赶紧就说其他的欧盟国家也可以效仿 所以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很容易看出来 这个 华为和他的利益相关人 是开足马力 动员了政府和媒体各种渠道 是希望在欧洲打开突破口 他背后肯定是有推动力量的 因为今年欧洲国家的5G网络建设项目 陆续就要开始招标了 那华为和他背后的老板 当然就是中共了 就要动员一切手段 打破阻拦 参与竞标 因为如何对待华为是体现了欧洲国家对中共观念上的调整 他也就会出现反复 因此他其实不是个特例 最近这一两年同样这个过程在美国也上演了一遍 像这个贸易战是打还是不打呀 这个关税是加还是不加呀 这个农业州受到了报复 川普是求和 还是不求和呢 还是坚持到底呢 他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 直到去年下半年 美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阶层基本上达成了共识 那欧洲 他这种调整的过程肯定滞后于美国 同时欧洲的传统保守势力没有美国强大 今天英国虽然有个保守党其实已经相当左倾了 他也是这样 那这个对中共态度的再权衡过程 他反复就会更加频繁 波动也会更大 也许在欧洲 他经历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 虽然不好说 华为最后一定会被欧洲扫地出门 但是他的目标受到重挫 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即使他不会完全被排除在外吧 但是作为核心5G网络的建设 他会被排除在外 这是一个大致符合现状的判断吧 这是对于华为消息的一个梳理 最近几天还有一条关于阿里巴巴的消息 就是阿里巴巴的内部人士透露 宣传习近平思想 新上线的有一个应用程序 叫做学习强国APP 它是阿里巴巴内部的一个项目小组 开发的 同时他还负担了这个软件的维护工作 还在招募新的人员 中宣部在今年一月份推出这个应用程序以后呢 号称在中国的苹果应用商店 成了最大下载量的应用程序 下载量达到了4400万次 当然这4400万次当中有多少 是组织动员来的 是被命令要求去下载的 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中国那个情况 大家都清楚 那马云呢 他预定的退休日应该是在今年的9月份 因为他是去年宣布一年以后退休 目前他还是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 阿里巴巴参与了中宣部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当然得是马云 自己的决定 马云曾经有一个名言 叫做 只和政府谈恋爱 不和政府结婚 现在看起来呢 他是违反了初心 其实也不是和政府结婚了 明媒正娶的 你还没资格 最多你就是当一个测试 小妾 那阿里巴巴呢 就只能躲在幕后 给中宣部开发维护这个线上红宝书的应用程序 前面都不能挂你的名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在中国众多的互联网企业 中宣部翻牌嘛 点哪一个 还挑中了阿里巴巴 让你来承担这么重要一个工作 开发和维护和学习习总思想有关的软件 那也可以证明马云是处于安全状态 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是体现了党国的信任 可是同时作为一个纽约的上市公司啊 这就不是一个好消息 你直接参与了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 也就意味着你会更加频繁的得到来自中共的直接指令 虽然这个开发和维护小组 它是阿里巴巴公司内部的一个独立单位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都是阿里巴巴和中共距离拉近的一个直接标志 他就表示着你隐隐约约 离姓赵也不远了 那么你在美国的投资活动 精灵活动被当成姓赵的企业来审视 那就也不远了 公平的说呢 尽管在进军金融业之后 阿里巴巴的股东里面出现了权贵子弟的身影啊 但是马云这个公司 它毕竟不是一个靠贷款扶植啊 靠出口补贴做大做强的企业 咱们得说 阿里巴巴这个公司它发展的主要推力 还是马云个人的开创性眼光和经营才干 马云之所以当初说只和政府谈恋爱不结婚 他也是意识到了和当局的关系走得太近 其实是会妨碍阿里巴巴在更大范围被接纳的 电子商务它毕竟是一个跨国界的行业 你和政府的关系太近 它有损于作为一个交易平台的中介地位 对于用户的信心是不利的 但是现在马云也顾不了这么多 只能放弃初心 甘当党国的小三 去开发维护什么宣传习总思想的软件 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在恶化 影响越大 你越出名 党国对你越猜忌 还是保命优先 像华为阿里巴巴这些企业的处境 其实是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悖论 就是我们看到中共政府 它是很有意的 要把社会的经济力量 技术力量 转化为它的政治力量 或者是用于对外 或者是既对外又对内 像阿里巴巴前者就相当于华为 但是它这么做的时候呢 是会以削弱经济力量为代价的 就是华为和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会受到损失 当中共要求这些企业更多的为政府服务的时候呢 这些企业其实是会因为它和政府的密切关系而蒙受损失的 那接下来呢就发挥说到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所谓的超级大国学习曲线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啊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有一个听证会 在会上呢有一位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 就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一个超级大国学习曲线 什么意思呢 这个学习曲线 它是一个管理学上的名词 而它指的是经验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你经验越多 练习的次数越多 你的效率自然也就越高 这个研究者呢 他的意思是中共也处在这么一个练习过程中 就是中共呢正在推进一些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战略 其实呢目标也是想把他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它体现在国际贸易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这几个方面 如果他成功的话呢 当然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也是政治权威 掌握了制定规则的权利 但是这些方面进展的都不顺利 矛盾重重 那这位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就认为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随着中共练习次数的增加 试错次数的增加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呢 有一天 它是有可能爬出这个艰难的学习曲线 就能够很有效率的把经济能力转化为政治能力 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突破了这个蒸汽机设计的一个技术瓶颈 它能够更有效率的把热能转化为动能 它这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国际政治 但其实呢我觉得啊 这个观点还不反映国际政治的实质 当然学习曲线这个概念呢 我觉得是值得一说的 但是呢 它还是中间隔了一层 因为超级大国这个东西啊 它其实不是一个经常有的东西 它在历史当中只是偶尔出现 一个国家 它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力量的过程啊 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也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学习的过程 它不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增强 然后你认真学习 怎么有效的实现这个能量的转化 把国富变成冰墙 把你这个贸易上亮眼的数字 变成国际会议上实实在在的投票权 你就是超级大国了 它还不是这个过程 超级大国super power 它意味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那你就得能够明确做到一些达标的事儿 具体的讲呢 就是在国际社会 你得能提供两样公共服务产品 第一是创建一个国际安全体系 把别的国家都罩住 把别的国家保护起来 别人才认你做大哥 第二呢 就是要能够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观念产品 最好呢 是因此能够带来繁荣 你才能在国家之间这个社区里 以你为中心 龙起一帮兄弟伙 大家才承认你是盟主 当这个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在古代历史 只在有限的几个时代存在过 它不是一直有的 还有现代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存在过 在古代西方历史当中呢 只有罗马帝国当之无愧 这也算是一个super power 其实近代的英法这些列强都不算 super power这个词在二战以后 它很明确指的就是美苏 因为当时他们拥有支配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 比以前说的那个great power还要强大 哥伦比亚大学的外交政策学教授 William Fox在1944年 他的一个著作里面 是把英国也算成是super power之一 也算成是超级大国之一 那是因为英国曾经拥有无可挑战的海权 那我觉得如果从整个历史拉通了来看呢 英国还不算 它虽然是有海权 殖民地也很多 但是它并不是支配性的力量 它在当时的欧洲只是几大强国之一 就是19世纪前半期 英法普奥俄这五大强国 是维也纳和会所奠定的体制 德国统一以后呢 那就是英法德俄这几大欧洲强国 东亚历史上中国当然也是强大的国家之一 但是它也只是在很有限的几个时代 才成为super power的 就是强汉 圣唐和清朝的前期 强汉 圣唐也不是说整个汉唐 中国都是超级大国 汉朝是在汉武帝在位期间 唐朝是在安史之乱之前 至于其他时代呢 中原王朝的北方西北方都有很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 所以中原王朝并不具备那种碾压性的优势 现代的超级大国当然指的是美苏和当代的美国 他们都能够提供一种安全体制 担负其保护别的国家的责任 来换取别人对他权威的认可 其实啊 苏联说起来还是有点烂鱼充数 就是他好歹当了几十年的超级大国吧 以核保护伞 把东欧国家纳入他的安全体系 强行输出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和社会制度 但是即便从共产国家的立场来说呢 苏联能够提供军事保护 但是不能够提供繁荣 所以他这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啊 是不完整的 也没办法长期维持 最早讨论超级大国的那些学者呢 因为是在冷战的初期 所以当时他们都觉得苏联特别强大 历史上最成功的超级大国还是古罗马 关于古罗马建立的这个国际体系啊 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 现代的美国呢 因为我们和他处于同一时代 他这条路能走多远我们还不知道 那么中共啊 他要成为超级大国 他不仅仅是个学习曲线的问题 而是存在着不能够达标的硬伤 首先呢这个中共 他不能够提供国际安全体系 他不仅仅是让其他大国觉得不安全 就连中国周边的国家 越南菲律宾甚至韩国 他也觉得不安 就是在安全上啊 中国大陆他没有被当成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你这个大国崛起过程中 不管怎么说 得先让身边的小国仰慕你吧 接受你的保护吧 这点都还没做到 同时呢 他也不能提供一种有吸引力的观念产品 你像二战以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规则 它的出处是哪呢 直接的出处其实是一战以后 在巴黎合会上 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的威尔逊14条 它就包括没有秘密外交 限制军备 自由航行 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以民族自决的方式来处理 原来奥匈帝国境内的问题 所以你看 它其实是美国内政原则的延续 它确实也是现在国际政治的通行规则 所谓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 首先它是一个兜售观念的产物 让别的国家认同 这套规则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如意之处 但是呢 它能够让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从中受益 但是呢 你看中共 它就提不出像威尔逊14条 这样很具体的言之有误的内容 能够引起其他国家共鸣的新型观念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让王沪宁自个儿说一说 有什么实在的内容 能够解决世界上什么问题 另外再说到华为和阿里巴巴 中国大陆所推动的成功企业 其实它走出中国以后 它也不能够成为让别人羡慕和模仿的对象 你像欧美的企业管理 从中人们可以学到分权 程序透明 尊重股东权利和责任相匹配 还有带有民主性质的决策程序等等这些原则 你学习了这些管理经验 达到成功以后连带着 也就让人们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产生认同感 你像欧美政府它从来没有去要求自己国家的企业去讲什么美国故事 英国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应该说人家讲得很成功 可是像华为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你有什么可以让别人模仿学习的内容呢 反而随着北京它扩大政治力量这个意图去执行 在中国以外 就让人们更加担心这些企业是带有政府使命的 从而抵制他们 让他们蒙受损失 如果说你的政治权威的扩展 给你自己国家的企业都不能够带来繁荣 都不能成为一个支撑它发展的正能量 那你又怎么能够让你的权威被别的国家认同 说能给他们带来繁荣呢 当然你就没法成为超级大国了嘛 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是谈了华为在英国命运是否有反转的问题 这其实是反映了欧洲国家正在经历一个过程 就是对中共那个印象和与它打交道方式调整的过程 既然有调整就必然有反复 这个过程在美国也发生过 所以我们得从一个阶段来看 还不是听风就是雨 把这个反复过程中的一个表现看得特别重 然后呢 我们说到了阿里巴巴为中宣部开发维护线上红宝书 中国的企业只要做大做强了 它迟早都会成为直接接受党国命令的一个部门了 到一定时候呢 它就会刺你姓赵 你不姓赵也不行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中共是非常急于把他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能力 成为超级大国 对外或者对内的 从他那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出发呢 他觉得他还有这方面的优势 能够迅速的把经济力量 技术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 但是是否能够成为超级大国 它并不仅仅是个学习曲线的问题 不是说随着经验和试错的增加 你的效果自然就会有改善 而是要实现两项硬性指标 一是提供一个国际安全体系 二是提供有吸引力的观念产品 你才能够获得制定规则的权威 那最后介绍一下明天星期四 在咱们会员网站文招.ca的特别节目专栏 咱们来聊一个中国历史的话题 就是中国领先世界的金融创新纸币啊 它为什么会昙花一现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在YouTube上面 我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